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先下去吧 这是为何 不瞒常义 其实我心中早已有了一种人 真是皇上赐我的好妻子 是谁借给你的弹子 敢这么羞辱常府 常爷无非有两种选择 一 向皇上和皇后告发我 让我受到违抗圣旨的惩罚 但此事关乎皇家的颜面 常爷这么做 对常家没有一点好处 二 常爷若是硬要了我 以我牙字必报的性格 定会在皇后娘娘面前诬告你 让你常府终日不得安宁 常爷 我们有夫妻之名 但不能有夫妻之实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喝下此酒后 一言击出 惊欲不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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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懂了 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长白山靖贡 Silva 是上好的白蜜 你却嫌不中用 非要那北京山里的红蜜 这山里的红蜜啊 是直探山里红这一种花 酿成蜜 山里红可是个好东西 能够见味消食 而且还顺气 咱们皇上最近有点及时 胃口也不太好 但只要往菜上 割上这么一滴红蜜 就要时间呗 是 是 是 景贤哥哥 皇后的义女 原来是许配给了长旭将军 后来听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合 将军又战死沙场了 如今回来 是照顾皇后的起居 听说不是个好相遇的主啊 大胆 哥哥乃金枝玉叶 那是你这个狂妄之徒能瞧的 我告诉你 这可是皇上御膳所需的食材 你要是弄翻了 可是要掉脑袋的 下官知错了 讨扰了金枝玉叶 还望哥哥输罪 罢了 走吧 咱们刚才分明已经转身逼了 并非有意啊 为什么不为他们理论清楚呢 有яч热期son catastrophe 餐见黄鹤娘 咸儿快起来坐下 来尝尝这冰果子 黄文娘 虽说这眼瞅着入夏了 一天比一天热 可胆量伤胃 这冰还是少吃为好 还没入腹 这宫里热得就跟蒸笼一样 本宫的身子实在是燥得很 显儿也是为了黄阿娘的身子着想 那明早我亲自去御膳房 为黄阿娘做一道消暑佳品 做早膳怎么样 好 那我就不吃这冰了 明日期待你的早膳 是 你这个酥肉肉啊 果然是肉如鸡鸣 就像那个苏粥小调一样 那么酥烂 那么绵软 吃起来呢 又木又香 再尝尝 香浓可口 舌头灰肝 这是因为加了那个山里红 腻的凉骨吧 吃起来 真是有一股的山里红的甜香 闻见什么味了吗 御膳房走水了 御膳房走水了 来人哪 快 快点 快 快点 快点 坚持住 总管 总管 春秀 春秀 快 先把这边火扑灭 快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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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水了 救人吗 快来人 来来来来 来来 快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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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这边 这边 上得的路见啊 快点 仓库 不是在仓库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了 快走 重关 重见 重关 危险 重? 重?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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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 快点 快 小嘍嘖 小嘍嘖 来了 跟我来 快 喝 御膳 快 那 快 我来了 快 轻点 轻点 来 慢点 小德子 小德子 你醒醒 小德子 东官 你受伤了 快去叫太医 叫太医 东官 对面再来两个人 对面 我来了 小德子 你醒醒啊 醒醒啊 小德子 忍着点 可有点痛 哥哥 皇后的消除早换了 怎么办啊 要是拿不出来 会不会算细菌之罪 什么斗扇 都怪你 我们哥哥本来 都和皇后说好了 要给他做一份 消除早善的 可是现在连薄荷叶 都烧没了 小德子 这又何难 都怪你 哥哥 这碗冰镇莲子百合粥 可以代替消除早善 赶紧给皇后送过去吧 郑冬官 我 哥哥 还是赶紧给皇后送过去吧 你 我就回来了 来 venue 快走 景仙 景仙是你吗 我 冬瓜 景仙 我娘最近不让我出来 我只能翻墙了 我说小姑奶奶 你这胆也太大了 你这万一摔着 怎么是好啊 我还不是为了见你 慢点 慢点 景仙 你慢点 我娘要是看到我现在这样 定是又要说我了 你这样翻墙出来 不会影响贵哥名声吗 我怕什么呀 反正我以后是要嫁给你的 你喜欢我不就行了 我理会他人做什么 快走 你慢点 你让我心怀 你真慢 多了喽 还没给钱呢 谢谢啊 那个好甜 你尝尝 画这儿什么样 看一看 没让人 好吃的糖葫芦咧 你吃吧 酸啊 嗯 你看一看 弄啊 那个好厉害啊 你看一看 饶命啊 哥哥 弄啊 不知为何惹怒了 哥哥 就是让龙肠死了 你也似乎明白了 哥哥 哥哥 这世间的男子 哪个不喜欢身材窑窦 体格风骚的女孩 你做得那么好吃 我 我 怎么窑窦我 打 给我狠狠地打 这可怎么办啊 又要好吃又要窑窦 这根本就做不到嘛 张大御初 不是您可会做只吃不胖的菜呀 这样的菜 我可做不来 这可怎么办啊 要是哥哥再胖一斤 奴才的小命就不饱了呀 张大御初 您救救小子吧 我还有个办法 双畅 恭喜哥哥 轻了一斤 轻了一斤呢 真的 我看看 太好了 我去找月太 哥哥 小心 四 二 五 月太 月太 你们自己练 不许偷懒 参见哥哥 你快看 可我今日 有什么不同 哥哥可是换了新衣裳 我昨日穿的也是这件 你再看 看仔细一点 这 我瘦了一斤 恭喜哥哥 就这样 孝顺 我很快就能得到三二哥的机会 三二哥对哥哥来说 这么重要吗 当然了 能得到三二哥的喜欢 是我最大的愿望 对不起 张大人 对不起 安大今日怎么来御膳房了 我想跟你学做菜 做既好吃又能让人变瘦的菜 这市场哪有这样的菜啊 可你们不是帮婉真哥哥做过这样的菜吗 我想亲自做一道给哥哥 你跟这位哥哥 你们都先出去吧 是 哥哥喜欢上了三二哥 想要瘦了之后 嫁给三二哥 我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想在哥哥瘦身的日子里 让他尝尝我亲手做的菜 做菜有预膳房啊 而且你每日练功又那么辛苦 你干吗要学做菜啊 看来你是喜欢婉真哥哥 但可我听说 哥哥升格体胖 没有 不是这样的 哥哥虽然胖 但为人心地善良 既然你喜欢哥哥 为何要替他人做嫁衣 哥哥是什么身份 我又是什么身份 况且 哥哥已经有了心仪的人 皇后娘娘也有意撮合他们 姐姐 坐 什么事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姐姐 你是皇后娘娘最喜欢的女儿 又是永章哥哥最喜欢的姐姐 你可不可以在皇后娘娘 和永章哥哥面前 你做个说说好话 我呀 人微言轻 我能说什么呀 好姐姐 好姐姐 好好好 婉真妹妹求我办的事情 我一定给你办到 太好了 点心 快上菜 来了子思 疴乍 进去 请兵 不会发胖 而且每日我吃完一顿 都会瘦一斤 很快我就要变苗条了 姐姐快吃 这西湖醋鱼 红烧蹄胖 还有绣球鱼丝 吃下去不胖已经很奇怪了 若是还能瘦 岂不是天下奇闻啊 可是我每吃完一顿上秤 确实比鱼往轻了些 胖真 我给你瞧 来人 酒杯双双 这称托不对 家户以大乘全人亲重 致丽丘日称之 这是我们中原 丽丘日称称的习俗 可这称托不是称人用的尺码 从妹妹瘦的那一日起至今 每日换一个重一点的称托 在刻度不变的情况下 为了保持平衡 称托前移刻度变小 所以从表象来看 妹妹确实在瘦 好 小顺子 不关我的事啊 不关我的事啊 哥哥 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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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张 张东官让工才这么做的 什么 竟敢 拿串托来糊弄本哥哥 张东官 张东官 你给我出来 张东官 你这 婉政哥哥 玉队 你怎么也在这儿 快 把张东官给我拿下 我也不能四岁 这是为何 微臣拜见哥哥 都是你 你给我做好吃的不爽 你竟然还敢拿劝动 来糊弄本哥哥 你害得我 差点以为我真的瘦了 你 你 这个怎么办啊 宽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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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勇专哥哥 肯定更看不上我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别哭 别哭 玉队 别愣着做什么 邓官 对不住了 给我带走 慢 若真能让哥哥瘦下来呢 真的 若微臣不能让哥哥瘦下来 再将我撕碎也不吃 把他松开吧 谢谢哥哥 不过 微臣还想找个人来帮忙 找谁 玉太 这男性吧 我的性命 可就交在你手里了 日菜到底什么办法 快 快跟我说说 回哥哥 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 微臣还是私下里告诉你 哥哥请 最好有用 看来你想撮合他们俩 缘分是勉强不来的 只不过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或许稍微推波助澜 也许就能促成一段姻缘 如果无缘 那也只能无奈 董官 那你说我们 是有缘还是无奈 去找我 还要我 你只能俩 要我给你一个不让你 这些人需要你 好 别后悔 从今日起 格格的每一餐必须与我同吃 没关系 只要是吃的 我都喜欢 慢 要怎么 请格格答应我 每吃一口 必嚼一百下再咽 你吃东西要大口才好吃 也是 这三个对格格本就无异 格格又何必自寻苦恼 好好好 我等 我等 一百下 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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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 拉 起来 起来 起来的死尽 起来 加把劲 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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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于太怎么样 格格放心 这位安达无碍 千气炎人中了数 开服清热的药方就好了 你怎么样 灰哥哥 我没事 好 好 那明日咱们继续 好 万臣格格 您就放过我们御太侍卫吧 再这么练下去 身上的血都会被抽干的 主宰 才不是中了什么数啊 御太侍卫 不仅每天要陪阿哥们练拳 还要陪您消耗体力 何况 吃的都是一些青汤小菜 旧伤未愈 留下的病根都还在 是御太侍卫不忍心 让您知道自己病重 才特意煮烙的太医跟您撒了个谎 您倒好 人都倒下了 您还不放过 老顺子 你怎么不早说呀 老顺子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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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喜欢我 你怎么可以喜欢我呢 你不能喜欢我 老顺子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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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哥哥 你这 慢点 哥哥 旧阳大 我们哥哥说了 以后锻炼这些事 就不劳烦您了 喜欢我不喜欢我 喜欢我不喜欢我 喜欢我不 不喜欢 不可能 我能不能喜欢我 永庄哥哥 婉政妹妹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 一起吧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答应我的 婉政 来 你 走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们关外女孩可是很直接的 你可不要因为我的直接 拒绝我 喜欢 对了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 我陪你去吧 走吧 关战哥哥 男女是说说不清 我们关外女孩不懂这些 不过你要是不好意思 我离你远一点 但你心里一定要想着我 当然 那走吧 这羊肉啊 是温补之物 温羊散寒 补益气血 你平日练功辛苦 这瘦倒无妨 可这碗汤 你已经喝了三个月了 身子还却未恢复 我忘不了它 我忘不了它 感情这东西啊 是勉强不来 说来可笑 就像这碗浓烈的汤 你不情愿接受它 你就算喝得再多 也只能向白水一展 毫无意义 失去很痛苦 痛苦又有什么用呢 那个人的心不在你身上 就不知道你的苦 和你的痛 你的痛苦在别人看来 就是个笑话 哥哥 三个月你明日去打马球 不要不要不要 你跟她说我生病了 我去不了 去去去去 三个月妹妹去打球 妹妹还不去 这是怎么了 姐姐 坐 姐姐 姐姐姐 你说 为什么我一直喜欢那三个 突然也喜欢我了 而我却不快乐呢 哪里不快乐啊 我在她面前 得时时刻刻地留意这什么规矩 还不能发脾气 只要我有一点做得不好 用张哥哥就半天都不理我 虽然以前也是这样 可是我现在 那就是不开心 那看来 你还是不喜欢三个的 你说 郁太要是能长得像永章哥哥一样 那该多好啊 郁太对我最好了 你喜欢郁太啊 才没有 我怎么可能喜欢上一个安达呢 我们只是朋友 那你是嫌她只是个安达 没有 我 我就是喜欢像永章哥哥一样 英俊潇洒的男子 英俊潇洒能让你看着就心满意足 但是你快乐吗 你想想啊 之前你和郁太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快乐都飞起来了 但是现在呢 你能躲得过今日的骑马射箭 但以后你们成了婚 他天天约你去骑马射箭 你怎么办啊 那我得好好想想 三二哥当真要去晚真哥哥 那能怎么办呢 师父说我将来是要继承天下的人 晚真哥哥身后的势力必不可上 就先这样吧 将来我要是遇到了一中人 可以纳围侧父亲 独宠专房 当他不存在就好了 可这样对晚真哥哥岂不是 他一个好好的姑娘 我又不要伤害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放了 魅住的东西 来人 你给我带走 快带下去 是 走 走 不好了 怎么了 黄浩正 不好了 玉太被关进牢房了 怎么回事 玉太侍卫不知怎么冲上三阿克 你快去瞧瞧 怎么这么傻呀 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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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去冲撞三阿哥 哥哥你听我说 三阿哥不可靠 他只想利用你背后的势力 并非真的喜欢你 你千万不要被他骗啊 真是个大傻瓜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 哥哥 哥哥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我 婉珍 参见皇后娘娘 见我见钱姐姐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婉珍斗胆求您一个恩典 求皇后娘娘放了玉太 怎么了 而且这次 我才知道自己心里喜欢的是谁 所以 还求皇后娘娘能够成全我 和玉太 你和玉太两情相悦 本宫又怎能棒打鸳鸯呢 这样吧 本宫收玉太为义子 这样一来 你们便是门当户对 二来 你的阿玛也能够放心了 谢皇后娘娘恩典 对 景仙哥哥 冬冠 这次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你们 对 景仙姐姐 感谢你 让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 应该的 来 我已经近三个多月都没有吃到 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我就不客气了 来 尝尝这个 你吃一碗 怎么又是你 怎么又是你 主任 你给我听好了 我们家女儿 轮不着你来垫子 今天我放过你 你若再敢来 我先打断你的腿 再送官府 真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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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纳兰夫人 令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美人配才子 真是绝配呀 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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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大 真是大 好 冬官 刚好有些话想跟你说 明早还要为皇上准备早餐 卑职先行告退 皇后娘娘万安 请先隔个吉祥 娘娘 奴婢发现有人偷盗宫中财物 偷盗宫中财物可是大罪 切莫胡说 奴婢绝未说谎 娘娘可随我一看 我 站住 皇后娘娘 等一下 你要干什么 我正要问你呢 你到现在问起我来了 你要干什么 皇后娘娘 你看 好大的胆子 竟敢偷盗宫中财物 皇后娘娘饶命 小子再也不敢了 娘娘 这小蛮子是德中公公的心腹 此事肯定与德中公公有关 真是岂有此理 宿命慎行司 彻查此事 是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饶命啊 皇后娘娘 你胆子也真是大 不知道德中是皇后 最宠爱的大太监 这德中公公一肚子坏水 每次皇后娘娘吩咐什么事 明明是我先做的 她都跑过去领宫 孫公公公真让人生气 你这个死小子 亡你跟我这么久竟 做出太偷盗之事 坏我的名声 给我狠狠地打 打完速速赶出宫去 突出去 慢点 公公倒是撇得干净了 他就是一个小太监 不过是个跑腿 如果不是听了你的指使 真敢做出此事 姑娘 这红口白牙说话是要拿出证度的 是他被抓又与我何干呢 带上去 那 景仙哥哥 老奴告退了 好 许久没有见到皇上这么高兴了 马家大将军入川十载 历时五年剿匪成功 替朕出去了心头之患 朕岂能不高兴 皇后娘娘 宫女倪君到 这就是马家大将军的女儿 倪君 奴婢拜见皇上 皇后娘娘 你把头抬起来 谢皇上 果真是长得聪明伶俐啊 那就等马家大将军回来 朕愿意与他结为亲家 谢皇上 快别坐了 马上就要是三阿哥的嫡夫进了 以后这些活就交给我吧 我尚未见过三阿哥 不知他长相如何 更不知他是何性格 若不合适 也是一辈子的苦命 这身宫中的人啊 又有几个 能最后选择自己所爱之人 别说我们了 就连格格和阿哥们也很难 希望妹妹能早日嫁语真心相爱之人 你们干什么 放下 倪君姑娘 你们干什么 皇后娘娘欲赏赐姑娘 却发现翡翠如意丢失了 老陆姑姑 找到了 这翡翠如意我连见都没见过 怎么可能在我包里啊 好大的胆子 平日在皇后娘娘身边自豪 却还敢做出偷盗之事 来人 把她押去慎行司 不是我做的 等等 锦铭在敏慧的包中找到 并不能断定 她就一定是小偷 若是有人拿到 直接塞进敏慧包里 也不无可能 总是要找到更缺切的证据吧 更缺切的证据 我看就不必了吧 我根本没见过这东西 我也没碰过皇后娘的 什么翡翠如意 我现在要见皇后娘娘 让我见皇后娘娘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大胡小叫成何气筒 把她嘴锅堵上 给她找到旁边 德州公公 哪有这样的道理 一进入许者库 那就成见计了 要不您看 在查明真相之前 先安排敏慧 到御膳房打杂吧 真是麻烦公公 我先去 葛哥急想 听说敏慧去御膳房当差了 是的 敏慧这姑娘品性不错 偷盗知识定是有所误会 在御膳房当差 你能帮忙照顾着点 也不会太辛苦 我是想照顾 但她拒绝了 看来她绝非将心俯首之人 这样啊 葛哥还有什么吩咐的吗 在下 先告退了 葛哥为何不向张大人 解释清楚当年之事 都说相爱之人 心意是相通的 我已经努力向他靠近了 但是他却毫无回忆 也许这么多年 一直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再说 我是寡居的葛哥 他是皇上喜爱的御膳 在这宫中 若稍有差池 我可能会害了他 停下 停下 从玉泉山运来的兵 请张大人过目 得 都运去兵教吧 顺子 是 我刚说的这些东西 小心点 小心点 怎么落下一个 赶紧扔掉 怎么这么不小心 别扔了 这好不容易运来的兵 你们不要多可惜啊 给我吧 你们不要再说 我还要是 我都在这儿 你怎么这么多 北南边疆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宴席 一定要精心准备 不可怠慢 张玉柱 今日白路 秋造得很 将士们征战归来 旅途劳法 加上这宫中的礼仪规矩又多 希望食物能够清凉爽口 子音解伐 恭喜皇上 皇后娘娘 微臣定竭尽所能 行了 快去办吧 晚宴开始前运兵车还能挡造吗 怕是赶不来了 这可怎么办 这些菜都好了 敏慧 长点 冰箱里的冰不够用了 你有什么办法吗 那 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你会叼兔子 也一定会叼冰碗吧 叼冰碗 那还不容易 这个契民 朕从没见过呀 回皇上 既是冰块雕刻而成 冰块 大家都尝尝啊 谢皇上 什么样的玉柱 您做出此等佳肴 佩服 佩服 传张玉柱 是 传安 玉柱 张东关 觐见 微臣拜见皇上 皇后娘娘 张玉柱 这冰碗 朕可从来没见过呀 启禀圣上 这冰碗晶莹剔透 外形美观 又可冰镇菜肴 一举两得 是你的主意 回皇上 此菜并非微臣所为 而是要归功于 一个叫敏慧的宫女 敏慧 哪有的宫女啊 朕倒想见见她 她原是皇后娘娘宫中 因为被指认偷东西 被贬到御膳坊度苦工 但微臣认为 敏慧她并非是偷盗之女 还请皇上明见 皇后 可有此事 皇上 臣妾从未听说过此事 想必其中 必是有些误会吧 传敏慧 还敏慧觐见 奴婧拜见皇上 皇后娘娘 听张玉柱说 这冰碗 是你的主意 回皇上 冰碗是奴婧做的 你倒是很聪慧 如果 能够重回楚秀宫 伺候皇后的饮食起居 倒也是件好事 皇后意为如何呀 多谢皇上 敏慧 人如其名 果然聪慧 谢皇上 皇后娘娘 好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 格格几下 都坐吧 没想到张大人 还会和这种人 狼狈为奸 敏慧 你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是正义的 你可知道 格中共的难处 他会有什么难处 敏慧 你仔细看看德中公公 怎么 你想告诉我说 他是一个清正联名 赈灾吉民 两袖清风的人 其实皇后的总管 比谁都难 皇后要顺应皇上的意思 力行皆简 他手下的宫女支出 和补贴娘家的费用 给他人的赏赐 赈灾救济 这哪一样不花钱 皇后娘娘着巾见肘 他又能跟何人说呢 只有公公之情 又心疼皇后娘娘 这皇后娘娘 才托德中 将她的个人珠宝首饰 卖向宫外 才换些银两回来 你以后遇到任何事情 定要想想其背后的原因 不要太冲动了 没事 明慧姑娘 明慧姑娘 之前的事情 实在是对不住了 德中公公 明慧也给你道个歉 好了 都快坐下吧 来 快尝尝 尝尝我这 以和为贵的荷花糕 来 公公 谢谢明慧姑娘 我们俩倒是以和为贵了 那你们俩呢 张大人 皇上晚上批凑肉饿了 要吃塑造肉 赶紧来坐呀 这小顺子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来 格格 你吃点吧 拿着 似乎 还是 为了 是不是 我 我要 是 我 要是 冬冠 冬冠 张冬冠 冬冠 我看今天谁敢走 我 娘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吗 谁说出去的呀 没人说出去 娘了解你 你想怎么做 娘能不知道吗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嫁给张东关 咱们纳兰府满门中烈 世代中良 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女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若走出这扇门 我就有一万种方法 争死那个张东关 我会告诉皇后 她诱拐格格 我还会派一队人马跟踪你们 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如果你真想拿她的前途和性命 去赌你的幸福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滴大志 别强 我找 Rodrigo 妈呀 哥哥 specifically 我赌西有离担 对혼 憲哥说 你她就是 有什么样的 你 Draw 他们说 张大人近日不当职 早早地就出宫了 出宫了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 是啊 这么些年都没变过 这些老舅的桌子 凳子 早就应该换了 可东关不肯 不让换 为何不让啊 东关说了 这里呀 到处都是你们俩的回忆 不舍得 他还记得过去 当然记得 就算是想忘也忘不掉啊 格格宁嫁给长旭将军不久之后 东关的父母就都去世了 这里就只剩下我和他舅舅 还有表妹照顾着 东关 不笑了 也不大爱说话 陈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 研究菜系 还冒着九死一生的机会 接近皇上 去医前献菜 哥哥 您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吗 为了什么 只有成为皇上的御厨 我 才有可能有机会 见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他为何对我如此冷淡 舅妈 我回来了 我来得正好 饭他刚做好 那坐下吃吧 可以做一些广寒糕 景贤最爱吃的 说来说去 都是为了景贤哥哥 你怎么什么事都自己做住 不和我商量 格哥你怎么来了 我们家格哥 借着想要回府汤王夫人的缘由 特意前来拜访 往后格哥还是不要随意出宫 这宫中人多眼杂 况且流言可畏 对格哥的名声也不好 好 我听你的 等等 这饭菜刚做上 格哥还没吃呢 快 饭菜都做好了 吃了再回吧 晚些我送你回去 你现在日子真好 以后日子也会好的 真没想到 你会为我做那么多事情 以后的日子还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研究出新的菜品 牢牢抓住皇上的胃 那我一定会陪你演好这场戏 你也看最多的 你会觉得他那天 怎么办 怎么了 我看到长旭了 长旭将军不是死了吗 我不会看错的 一定是他 知道了 小二 再来吧 叫您说 来嘞 您画像中的人 我四处打听 都找遍了 实在是找不到 您是张总官吗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小二 两壶酒 好嘞 好嘞 你是张总官吧 是 你是长旭将军 你认得我 我看过你的画像 为何满大街地找我 想看看你是否活着 你看到了 我还活着 你好端端地活着 为何要消失 致景仙格格欲不顾 让他独自在宫独守活寡 我一不解 我战功赫和武功盖世 景仙为何不喜欢 我却喜欢个 致美楼的厨子 你武功盖世又如何 对发琪毫无担当 若我这次回来 要带景仙走呢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若我偏这么做呢 我定拼死阻拦 我从城墙 是我的直护人呐 是 独自在宫独守活的 年从流UC 我扭买我 我绝对吃 我看能太多 小独 会让我回带 我心里用预算 我俩的 没有 忘记 你 让你呀 任督 不是吧 马达 我冰凉 我冰凉 请 显儿怎么了 左月着凉赶来风寒 身子有些不适 黄老娘 今天我就先退下了 待我身子好些 再过来看你 快回去吧 静儿天寒 得住一家 谢黄老娘 我从小 跟随一位墨家师傅长大 他不仅教我武功 还教我制造兵器 长旭哥哥 你在干吗呢 来 你看我这把长枪做得如何 漂亮 也够锋利 不过如果上战场的话 怕是没有什么用 给你看看我的 你这枪上都是盾 怕是并不好用吧 我想就把刀削脱了 光虽又好了 你还知道这枪 你会把刀剥的 好事啊 我已经把刀剥成器 了 避免的怕 你还算是 Games 挂着工自动 你不能把刀剥成器 你还要避免 子涓天真善良 聪明巧知 可奈何命运弄人 爹 师父 他们家的人是在做兵器人 兵器害人杀女太主 会下个女的 这谁还敢说要用她 从那之后 我便下定决心 要用我的一生 去保护这个叫子涓的姑娘 很快 用高中的武装 还立下赫赫战功 回来 再同她讲明心意 就未曾想 战争一场结一场 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但子涓就在这时 开始吃死我 开始行善 她觉得 兵器害人 会制造杀戮 并再也没有遭过 任何一件便宜 子涓 承煦哥哥 你回来了 子涓 皇上赐婚 让我去锦仙哥哥 我去锦仙哥哥 那是好事 真的希望我去锦仙哥哥 哥哥若是娶妻 我不是 你能再多个亲人了吗 那好 我罗展青 你一定要来 我去锦仙哥哥 你得έlect 你又再锦仙哥哥 承煦哥哥 你能锦仙哥哥 你什么 你愿意 你啥 你你folies 我联系你了 我总想要联系你了 你能变得巩 sex 我同锦仙陈欣之后 彼此都明白 互相信中有喜欢之人 便先照不宣地 给彼此空间 保持距离 三年之后 边关盗匪成绝 皇上派我前去剿匪 这一战特别惨烈 我们被困了七天七夜 当时我想 这一次一定凶多吉少了 绝对 小典 长君将军的部队 被人困在任有谷 终死一生 将军失血过多 我好和休息才行啊 好 查去监军 敌人反顾 无算距离我军 还有不到丧礼 若将是知道 监军受伤混迷不息 必定是其大错 这可怎么办 你们先带将军走 以监军的性格 若是知道城门失守 自己还侥幸活着 他绝对会内疚一辈子的 城门不会失守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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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驾 驾 驾 娘 正义 正义 承煦哥哥 承煦哥哥 你能来真好 会回家 回家以后 我娶你入房 我莫更幸福 我们会在一起终了 你最爱 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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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去想想办法吧 好 张大人 张大人 您平时可很少和我们如意馆的来往 您今日这是 是 我这多做了些点心 正好今天顺道路过 大家都尝尝吧 那就多谢张大人了 我这最近啊迷上些书画 小画师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让我开开眼界 这正好我师父也不在 你赶快进去吧 不过千万要小心 别让我师父发现了 放心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来尝尝呀 这可是张大一厨做的 一般人没这口服呢 来 尝尝 是 张大人 这样胡论吞枣 真的是在见品画作 还是在找什么 是在见品画作 五式谢殷器 非奸刀 张大人 请回吧 有钱 冬冠 我白梦活了一天 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也留进了如意馆 还没找到冰淇服 就被赶出来了 只有两天了 没关系 有我在的 你还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做 这闻着味儿就知道是张大人在做菜了 见过哥哥 冯冯 要不来一碗尝尝 不敢 张大人给哥哥做的菜老奴怎敢吃呢 冯冯 这不让您白喝的 我和景贤 想拜托您件事 对 有任何需要 还可以找我们 最近这如意馆的画师 记忆日渐精湛 来 打开 给皇后看看 这是 给臣妾的画像 怎么样 你还没看 皇后娘娘 您看 这 画中有画啊 难怪 皇上总说 这如意馆中竟是能人一事 这画工真是精湛啊 将画像收起来吧 独钟 皇上 皇上皇后娘娘恕罪 你发什么愣呢 是这样 老奴刚才看娘娘画像之时 想起一事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 在宫外时 老奴就曾听人说 这画中有画 多见于兵法书籍之中 只是后人不懂 所以 便更不明白其中的奥秘罢了 皇后娘娘 奴婢也曾听说过 这画中有画 朕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皇上 现在已经是虚实 您应该用膳了 好吧 皇上 是啊 不 可爱我 这还能当年 不得这 你这会儿 我看不出面乱 你怎么会这个 这么几天 你怎么会有什么 我说你 你怎么会有什么 你怎么会有什么 这夜宵为什么准备这冰碗莲子羹啊 回皇上 这眼看就要入冬了 中医常言道 夏日吃热 冬日吃冷 这冬日外界虽然寒冷 但人们穿得厚 住得暖 活动少 很容易造成体内积热 不能散发 再加上冬日的饮食所含热量较高 很容易导致胃肺火剩 剩上肠胃好 这冰碗只在消火 不但效果好 而且也是别一番地享受 你这嘴呀 是真能说 下去吧 是 怎么一个真的 他很难制作 皇上 这 来来来 拿去住驱馆 柴人修补 是 嗯 痛吗 我欠德忠的人情 这回算是还了 不过这可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谢谢郭墨 请郭墨放心 当大人又去外出赛吧 是啊 走吧 多谢啊 请郭墨是个好姑娘 好好待她 我也将履行承诺 今日便离开清晨 你们好大的胆子 来 小绿 怎么样 哥哥 我听说 张大人 德忠还有敏惠 他们全部都被抓起来了 黄老娘 仙儿知错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们先下去吧 你说吧 我们偷了圣上如意馆中的墨家兵器谱 你们为何做此等傻事 黄老娘 小儿跟张冬冠是真心相爱的 我后半生只想与她白头偕老 其实常绪并没有死 但是她一直有一个深爱的人 她想帮她心爱的姑娘完成遗愿 毁掉墨家兵器谱 所以我跟 都是我的错 你既然喜欢张冬冠 为何不早说 让我错点了鸳鸯谱 圣旨一言九鼎 不可为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毕王家也不是不尽人情 请黄老娘恕罪 还好你能如实坦白 来 朕没有想到 在这深宫之中 居然有如此真情 你们能互帮互助 朕甚是欣慰 长旭 既然你执意不愿意留在京城 朕也不勉强你 不过朕希望 你能为朕培养一支 骁勇善战的军队 为国家效益 至于景贤嘛 做大兴开朝以来 还没有格格 嫁给汉人的先例 所以朕只能对外宣布你轰了 你是否愿意以平民的身份 嫁给张东关呢 我愿意 谢皇上 谢皇上恩典 谢皇上恩典 行了 都起来吧 谢皇上 好 好 好 我愿意 我都在过云荡兰安的初春 我还说坐好端过去呢 你这就过来了 我陪你一起坐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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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